不道八 圣灵之火水流经谁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节期的末玉 就是最后之玉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啦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火水的江河来 谁能引圣灵之火水呢 那些相信耶稣的洗礼 及其十字架上血的人 圣灵之火水 从那些相信 这美丽福音的人的内心流出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八节说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火水的江河来 他的意思是 相信神赐我们这美丽福音的人 就有了真正的拯救和罪孽的赦免 什么时候会出现圣灵的内住呢 只有听到并相信这福音 即耶稣已经借着约翰的洗礼 带走了天下所有的罪孽时 他才能获得圣灵的内住 只有那时他才能饮圣灵的火水 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就有了圣灵的内住 能够经历新鲜圣灵活水流过的感觉 并且每次在他们步道 或者聆听神的道时 都能滋润他们干枯的心灵 圣灵之火水 从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心中流出 该福音说 神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为的是将所有罪人 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 圣灵就是真理 这真理是不能与水和圣灵福音分离开的 他制作在那些相信神的道的人身上 任何人想要饮圣灵之火水 都必是借信仰耶稣洗礼 及其十字架上学的福音 获得所有的罪孽的赦免 圣灵之火水 曾与那些相信神的话语的人内心 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们 就有了圣灵之火水 这水流动如河流 流进他们的心 即便此时此刻 圣灵之火水也正在那些 借信仰耶稣洗礼及其十字架上学 而获得罪孽赦免的人心里 就像喷泉一样 但是那些不相信真理的美丽福音之人 心里不会流出一滴圣灵之水 在我相信并承认水和圣灵福音之前 我的心里没有一滴圣灵之水流出 那时即使我热忱的相信耶稣基督 我也不知道圣灵之火水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内心没有圣灵 可是现在我有了水和圣灵这美丽的福音 圣灵之水远远不但从我心里流出 现在圣灵之火水流出了我的心 也流出了那些听见并相信神的道的人心里 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 如果有人干渴了 让他到我这里来喝水吧 圣灵之水借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美丽福音 而重生的人更新他人 即使此时此刻 这圣灵之水也与水和圣灵福音一道流出我的心 使其他人得以饮上这水 神允使圣灵之火水流出我的心 就像一条河流 对此只有那些有了圣灵内住的人是最熟悉的 正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 只有接受了圣灵的人才能认识到圣灵 圣灵的内住是火水的一个秘密 只有认识相信谁和圣灵福音的人才会了解 因此你必须认识到圣灵内住在谁的身上 你应当知道圣灵的内住只赐信仰耶稣福音的人 我过时只相信十字架上的血 尽管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十多年了 我的内心仍然有罪 那时我的信仰只相信罪孽已通过耶稣的血得到了宽恕 但是通过这种信仰 我既没有获得罪孽的赦免 也没有得到圣灵的内住 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困惑和空虚 表明我信仰耶稣的唯一标记 是我在上教堂 那时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信仰 我真的接受了圣灵了吗 当我最初相信耶稣时 我的内心充满对祂的爱 并得到了说方言的礼物 但我变得怎么样了呢 我认识到圆烧感情的经历 并不是圣灵内住的标记 我完全没有接受圣灵 我相信耶稣 但圣灵和圣灵之活水并不在我的内心 既然我信仰基于加尔文主义 我的内心是冷是月并不重要 我真正要回答的是下面的问题 第一 圣灵内住我了吗 没有 我并不能确定圣灵是否在我的身上 我身上有罪吗 是的 尽管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那时我身上肯定是有罪的 尽管我相信耶稣 每天做忏悔的祈祷 但在我的内心仍然有罪 无论我多么努力 我内心的罪孽从没有完全清洗干净过 我怎么才可以接受圣灵的内住呢 我怎么才能起掉我内心的罪孽呢 这是我思想上两个令人烦恼不堪的问题 即便是我信仰耶稣之后 我信仰耶稣后能说方言 我还相信耶稣血的信仰洗净我的罪孽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内心的罪孽 记住的越来越多 我充满了罪 只依赖耶稣的血 忏悔的祈祷或者禁食 并不能清洗我内心的罪孽 我为自己现实罪孽担心了很长时间 我越是担心 就越发向其他人全部耶稣的信息 我更频繁上教堂 投身与服务耶稣的工作中去 当然信仰他的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内心的现实罪孽 妨碍了我获得真正的信仰 我比之前更加难以信仰耶稣 我尽力依靠耶稣的血 并竭尽所能向神做更多的奉献 但是我内心的空虚感更加明显 这种信仰让我觉得空虚 懒散 并把我变成一个 只注重表面现象的 失伪的基督徒 我思索着 每个人都是这样信仰耶稣 并不光是我呀 我尽力辅认我的信仰受到了误导 但是耶稣的血和忏悔的祈祷 仍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 那么什么样的信仰 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呢 我的现实罪只能通过 我的信仰才能清洗 既相信耶稣在瑞荡河受洗 我所有的罪孽都涨嫁到他身上 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中所写明的 那么为什么耶稣的血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呢 因为我不认识 不相信这美丽的福音 这美丽的福音包含了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含义 是否意味着天下所有的罪孽都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 洗刷干净了呢 是的 这是政策的 圣经见证了这一点 说人若不是从谁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 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至五节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借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以前我对这些新曾疑虑 并比较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加以澄清 结果我发现这确实是真实的 当他受洗时 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在那时 斩驾到耶稣身上 我因信仰他的道而变得神圣 我开始认识到这就是真理之道 就像圣经所写明的一样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福音 此外 我认识到为何仅仅信仰耶稣的血 不能清除我罪孽的原因 其原因是 当我不知道约旦和洗礼的真理时 我不能将现实罪 斩驾到耶稣身上 最终我日见了真理 我知道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我 他通过洗礼带走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后来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解救出来 我还知道并相信这真理 既耶稣接受洗礼及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目的 是为了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由于我对耶稣赐我们这美丽福音的信仰 并由于我所有罪孽都已经得到宽恕 我成为义人 并不是教会的教义清洗了我的罪孽 而是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血 洗刷了我的罪孽 这个真理就是美丽的福音 我之所以被拯救出罪孽 成为义人 并非我只信仰了耶稣的血 而是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成为我的拯救 我要把感谢献给神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我开始信仰这美丽福音后 圣灵支柱在我身上 现在圣灵会同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道 及其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支柱在我的身上 我感谢神赐我这美丽的福音 让我全部耶稣门头们相同的信仰 神通过我相信美丽福音这唯一的一件事 将圣灵作为礼物恩赐给我 现在我极其荣耀地把这个消息 全部给世界各族的人们 我深信无疑地告诉他们 只信仰耶稣的血 不会清洗他们的罪孽 但我可以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信仰这美丽的福音 既相信耶稣接受约翰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他们的罪孽定能被清洗干净 在我传播这美丽福音时 我在神的面前 丝毫不会感到有半点的羞愧 现在我可以体面地将这 重生与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传播给全世界各族的人们 临床试验表明 真正的福音来自水和圣灵 你确实获得了罪孽的赦免并接受圣灵的内咒了吗 你如何辨别福音是否确实真的呢 有一次我对母先准备相信耶稣赐予的美丽福音之人 进行了一些考验 其中一个人 我直向他传播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 我还告诉他说 耶稣身上应当是没有罪孽的 结果这个借信仰耶稣的血而罪蒙得赦的人告诉我说 他是要不断地宽受其现实罪 另一方面 相信耶稣洗礼和血这一美丽福音的人则说 他现在成了完全无罪之人 他说心里没有了罪孽 因为他相信耶稣已经带走了他所有的罪孽 并为这些罪孽接受了审判这一真理 他能够从神那儿接受圣灵 因为他相信这美丽的福音 继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已经清洗了天下所有罪孽 这位先生能够说他的内心没有罪孽 那是因为他借信仰这美丽的福音 内心已经接受了圣灵 圣灵使他深信自己内心没有罪孽 神将圣灵的内住赐所有相信耶稣接受约翰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人 圣灵制作在谁的身上呢 圣灵作为一种礼物恩赐给那些相信耶稣接受约翰洗礼 即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一美丽福音的人们 看一看圣灵驾临节的表面现象 是如何使人们误解了接受圣灵的真理 而把这美丽的福音送之高格的吧 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绝望地祈祷 并寻求圣灵 他们就能接受圣灵的内住 很长一段时间 全世界的基督徒没有一定点真理的观念 既信仰耶稣洗礼和学这一美丽福音才能接受圣灵 但是现在使徒神的仆人通过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已经在传播圣灵 结果全世界使徒人都学会接受这美丽的福音和圣灵的内住 神仍使相信这美丽福音的人们经历圣灵的内住 圣经说 在末日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乏有血气的 使徒行战第二章十七节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是 不使美丽福音而想要接受圣灵是一个错误 除了信仰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结起在十字架上的血以外 别无他法能够接受圣灵的内住 既然神说只有在重生日洗和圣灵后才能进入天国 而且只有重生人持有圣灵的礼物 因此毫无疑问 人人都需要圣灵的内住才能进入天国 不相信洗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怎么能够虚妄接受圣灵呢 要上天堂愁信仰这美丽福音外 别无他路 只有信仰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 你才能接受圣灵 就像我们购物时要支付钞票一样 当我们相信这美丽福音就能获得圣灵的内住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如果你当真要接受圣灵的内住 你必是首先认识并相信洗和圣灵的福音 那时你就有接受圣灵的经历 借信仰洗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你才能接受圣灵的内住 神要将圣灵的内住赐于你 我信仰这美丽福音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越发感觉神赐我这美丽福音 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 我感激神 你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知道已经接受圣灵的我们 深受神的恩典 我现在把柔和借信仰这美丽福音 接受圣灵的消息告诉你 只接受重生与随和圣灵 这一美丽福音的人们 就有资格接受圣灵的内住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中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他的意思是说 因信仰耶稣基督赐他们这美丽福音 而获得罪孽赦免的人 结束了圣灵的内住 圣灵之活水像一条江流一样 从他们内心流了出来 信仰这美丽福音的人们 就会经历圣灵活水的流出 在我借死和圣灵福音重生之前 尽管我是一位耶稣的虔诚信徒 我的心里也没有圣灵之活水流出 但是在我相信谁和圣灵美丽福音后 这活水正如圣经所写明的一样 大量流出我的心 即便此时此刻 圣灵之活水也和神赐我的 随和圣灵福音也同流动 一年到头我心里流动的 圣灵之活水是丰富充裕的 在我接受圣灵内住后 我开始从事福音的传播工作 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在我信了这美丽福音 并接受圣灵内住后信仰的表白 那是在我20岁的一个秋末 秋天亦使我想起死亡的必远信 由于我内心的纪念 我的生命充满了困惑空虚和黑暗 我走在错误的方向 不知道哪里是回头的路 我的身体生了病 而心里的空虚感却日益膨胀 因为我的罪孽 我感到完全绝望 我甚至不知道引起绝望的原因 我只能等待神在我生命结束之时 对我的审判 并祈求罪孽的赦免 哦 周阿 我要在死亡之前借信仰赦免我的罪孽 另外 请置入我身体上的疾病吧 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祈祷 就在那时 我绝望的内心深处冗出希望 我的内心充满对神的渴望 它就像一团火球那样赤热 那不是绝望 而是新的希望 它像一团狂怒的火在燃烧 从那一天起 我过上了一种新的宗教生活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 会将我拯救出罪孽 之后不久 我有了说方言的经历 后来 每当我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我仍然会掉眼泪 我对他为了我而在十字架上留学 我仍然会掉到精神成长了 但这仅仅是以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血为基础的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宗教生活 因我的缺点和现实罪 而承受了痛苦的灾难 因为我只单单信仰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血 我的现实罪不能完全被清洗干净 我竭尽所能做忏悔的祈祷 以求清洗我的现实罪 但是 我做祈祷希望得到神的宽恕 并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 全因为我未能遵循神的律法 我的现实罪欲积越累 尽管忏悔祈祷未能完全清洗我的罪孽 我得既是做这些祈祷 别无他法 我相信 每当我犯罪时 只要我做忏悔祈祷 并想一下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就能清洗我的罪孽 我顾信仰生活时间越长 我因自己的缺点而积聚起来的罪 就越多 这些罪只能增加对我的折磨 我成了一名法利塞人士的基督徒 尽管被负责重担 我却被任命为一名职士 后来又被任命为一名福音禅道者 无论什么时候我感觉到现实罪的疼痛时 我就外出传播福音 认为这是洗涤我灵魂的唯一方法 但用这种给予教义的自我牺牲 使信仰并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 我甚至有顾被撒旦俘获的经历 我因现实罪而跌入了自责的泥潭 甚至感觉到求死的欲望 你犯罪了 是不是? 撒旦用我罪孽来即使谴责我和折磨我 我的信仰处于崩溃的边缘 只信仰耶稣的血和遭忏悔的祈祷 并不能清洗我的现实罪 并最终发现自己遭受了失败的处决 在神水让学习加尔文派时 我对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原因产生了兴趣 我询问使徒教授 耶稣基督为何要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 但他们的回答彻死陈词滥调 诸如他受洗是为了表白他的谦卑 但是这样的回答并不能平息我的好奇心 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真理 让我认识了美丽的福音 神学院学习结束后 我的纪念仍然没有被清洗干净 我比任何时候都倍感煎熬 后来有一天我理解了耶稣受洗的原因 理解了他说诸般的义都通过他的行为兑现了的原因 那就是美丽的福音 说我所有的罪孽都通过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 斩驾到他身上 神通过他的书面话语帮助我认识了这个真理 在我阅读了神记录这美丽福音的话语之后 我最终认识到我所有的罪孽都通过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到他的身上 并且为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受审的真理 这就是我认识到圣灵确实内住我的时间 在我理解和相信了这美丽福音后 我内心所有的罪孽都得到宽恕 使我陷入触觉和绝望的罪孽 通过这美丽福音的威力完全清洗干净了 这些尽管我做了无休止自我牺牲和忏悔祈祷 这宠未洗清的罪孽现在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衷心感谢主 当我说仅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不能清洗天下所有的罪孽 我说的是实话 耶稣受约翰的洗也会引向赦罪 现在每个人都应当理解和相信 由于死和圣灵这美丽福音 他所有的罪孽都被洗刷干净了 圣灵已深知在我的内心 因为我相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相信神见证的话语 既他见证了他的儿子 足以在我心里驱逐所有的罪孽 信仰这美丽福音的结果 是我接受了圣灵 就像一只鸽子降临一样 从那一天起 圣灵就在我心里起作用了 使我能做好宗教事宜 换言之 使我能全播福音 现在我的心里没有罪了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见证了我罪孽得赦 并引导我接受圣灵 哈利路亚 我赞美耶和华 圣灵像一只鸽子悄悄降临我 并从我开始相信死和圣灵福音的那一天起 就内住到我身上 它在我心里的作用 有时像一只鸽子 而有时又像一只骨蜂螺 如果你接受并相信死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现在你也能接受圣灵的内住 难道你不想和我一起 借信仰死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接受圣灵赞美主吗 难道你不乐意和我一道 将死和圣灵美丽福音 全遍到全世界吗 死和圣灵的福音会使你圣化 并赐你圣灵的内住 神的意体现在以信置信的福音中 这就是为何圣灵的内住 只能借信仰死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恩赐于人的原因 圣灵为我所做的奇妙之事 在我接受了圣灵之后 我开始在一家新的教会工作 为的是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圣灵使我能够强有力的传播福音 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在我知足的城市里 有一位和外国客户做生意的裁缝 这位先生是一位职士 有一次他在一家旅馆和母人做生意 看见了我们的海报 他被我们的邀请所吸引 并释法和我持得联系 他遇见了我 并说他很长时间一直生活在罪孽中 经过五个小时 对死和圣灵福音的咨询 他最终认识到社税的真理 他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 而且还接受了圣灵的内住 还有另一个故事发生在 我外出寻找教会建筑 我找到了一栋极好的 而又外观漂亮的建筑物 那时我的钱不足以支付他的租金 至我估计 由于资金的缺口太大 不能租下那栋建筑 但是我心里的圣灵却说 荣感谢 要有信心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在圣灵的帮助下 我最终得到了那所教会的建筑 并从事神的工作 从那时起 圣灵命我全播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鼓励我将这美丽的福音 全播给全员里 我看到那些聆听和相信 这美丽福音的人 接受了圣灵的内住 我感谢神赐我全播 这美丽福音的能力 我知道 即使尽我一生的努力 也不能写下 神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圣灵让活祟自由地流出我的心 我感谢支柱在我身上的神 圣灵培养了靠水和圣灵福音 圣灵而行的教会 有一次 我走进荒野去全播福音 在那个时候 神把我引到一个小镇上 我遇见一群求神的人们 神要我把这美丽的福音 全播给他们 这时他们接受了圣灵的内住 他们因为听说 并相信这美丽福音 而接受了圣灵 圣灵引导他们成为了我的同工 从那时起 我便和他们一道 将这美丽福音 全部到全世界 那时他们只有一小组人 并不属于任何的宗教派别 他们意志神的话语而生 但他们总是绝望地向神哭诉 请求罪孽的赦免 因为他们受罪孽的束缚 圣灵把我引向这层人 鼓励我全播福音 我明白圣灵已整备了他们 与我相遇 神引导我全播 死和圣灵的福音 从立位记中所写明的 献祭制度开始 人们靠着这美丽福音 结束了圣灵 神会同那些美丽福音的信徒 建立圣灵的教会 圣灵通过这美丽的福音 指派他们为耶稣的门头 现在越来越多的羊羔 开始接受圣灵 并进入教会 圣灵指导我 设立了一所全教学校 培养信徒 祂帮助我向人们传播神的道 帮助他们学会圣从信仰 成为侍奉神的义工 祂要义工来到哪里 哪里就有美丽的福音工作 神通过他们培养祂的教会 圣灵引导祂的仆人 传播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圣灵引导罪祸赦免的人 与教会团结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受恩赐 顾着义的生活 撒旦自远古时 就一直在欺骗人们 他们还将即使这么做 而且他还将即使这么做 撒旦告诉人们通过 劝悔的祈祷 进食或按手就可以接受圣灵 但事实是 只有借神赐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获得罪孽赦免后才能接受圣灵 这就是圣灵内住的真正含义 圣灵即使引导耶稣基督的信徒 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为的是帮助人们接受圣灵的内住 圣灵引导我们在全世界 从事文学全教工作 就像保罗在使徒书中写下这美丽福音一样 我心中圣灵的内住 已成了我不道和全波西和圣灵美丽福音 即书写圣灵的催化记 这就是我们出版基督教书籍 包括这美丽福音的书籍的原因 书籍将会引导信徒接受圣灵 这次我们出版了只有几页的小册子 但包含了这美丽福音的书籍 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 只住在我身上的圣灵 引导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教会 他们阅读了收集 相信了这美丽的福音 结束了罪孽的赦免 更何况 他引导我用各种外语 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他指导我们在全世界 150个国家 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包括美国 圣灵鼓励教会 为全世界的传教而祈祷 并指导我们将这美丽福音 翻译成各种外语 通过文学服务传道 使不同的民族均能聆听和信仰他 圣灵引导我和其他国家的信徒 一同的工作 和他们一到 在他们的国家 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我感谢圣灵 圣灵让我充满热情的 在俄罗斯传播福音 圣灵引导我们 遇见求真理的 俄罗斯福音传道者 并向他们 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那时他们第一次听说 这美丽福音 在听说和相信 水和圣灵这美丽福音后 他们和我们一样 获得了圣灵 其中有一位是 穆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 他在听了水和圣灵的 美丽福音后 向我做了表白 我信耶稣已经六年 但我相信没有真正理解他 但在我听说水和圣灵美丽福音后 我内心有了强烈的信仰和宁静的安慰 我真心感谢主 直到那时我才想到 借真正的信仰我过上了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 我的宗教生活仅仅相信 为了我们罪孽而死亡的耶稣的血 然后对于神已经清洗我所有罪孽 却一无所知 这时我日见了重生的穆斯 听说了神赐我们这美丽福音 并得知我仍然是个罪人 我认识到耶稣受洗时 我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他身上 这就是美丽的福音 我认识到通过他的洗礼 不但我的原罪 日常罪 以及未来的所有罪 都转嫁到耶稣身上 我因聆听和信仰了这真理福音 而获得了重生 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幸福 十多俄罗斯人包括这位教授 都因灵听和信仰了这真理福音 而接触了圣灵 现在圣灵的教会已在那里生根发芽 由于圣灵的出色工作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美丽的福音 这一切事情都是神做的 因此我要把这特殊的感谢献给圣灵 制作在我身上的圣灵 使我成为一名重生的基督教徒 就像那些相信C和圣灵福音的人们一样 现在我正把这美丽福音 全播给全世界 他让我们把关于这美丽福音的收集 连世不断地翻译成英语 还翻译成全世界使徒其他语言 他要我们将这美丽福音 全部到全世界 我感谢圣灵 你也能接受圣灵的内助 神希望你能得到圣灵的内助 使都人希望通过呼喊他的名字 并向神做绝望的祈祷来接受圣灵 但是若离开了耶稣赐我们的 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而想接受圣灵是一个错误 若说离开耶稣的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 也能接受圣灵 则是错误的 难道耶稣的门头是在不相信耶稣赐给他们 美丽福音的前提下 接受圣灵的吗 不 绝对不是 你当知道 今天圣灵之坐在那些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身上 圣灵之活水流出他们的内心 即便是此时此刻 圣灵之活水也随同这美丽的福音流出了我的内心 哈利路亚我感谢主